Lalala 嗨 各位大家好 我现在在自己的家里面 然后呢 又叫了外卖 为什么我叫外卖呢 因为我刚从这个酒店里面放出来 隔离完14天 然后接着呢 我又要继续的居家观察7天 我不能出门 但是我现在可以点外卖了 点外卖 今天我们点了什么外卖呢 是只有在深圳和潮汕地区才能吃到的 潮汕特色海鲜美食 但是呢 我今天确实是有酌情点啊 你们看这个才这么一点点 但是呢 一拿进来的时候 我妈就说 哇靠你点这么多 你应该吃什么呢 其实我平时跟艾伦哥哥在家里面点的是 这十倍的量 然后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拆开看看 里面有什么吧 有强迫症的人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 毛耳朵 只有一只 让你们很难受 另外一只耳朵被我们家的狗咬掉了 所以现在就只有一只毛耳朵 贝贝是一个省钱的 所以呢 我不舍得买新的 那我就把它变成独角兽 这些外卖的老板 为了以防汤汁撒出来 真的都把这个袋子系得很紧 你完全解不开的那种 没有你们当然能够跟我在这吃播 我只好在这里 唱独角戏 我一个人吃 一个人啦 关键问题是 我还是对着我妈唱独角戏 哇 这个袋子是已经露出来了 不行 我千万要保护这张桌子 因为这个桌子 是我妈买的火山石桌 我要是弄到上面 我妈把我打成猪头皮 所以今天我们点了 豆腐鱼汤 它不是豆腐鱼汤 它是豆腐鱼汤 粉丝扇贝 最好笑是这个粉丝蒸扇贝 我没有点这个 我本来是点的是那种 爆炒腎子 还是撑子 不管它叫什么 反正那个东西我很爱吃 可是呢 今天老板说没有了 然后我说那你帮我换成扇贝吧 潮扇老板真的很豪爽 潮扇老板说 虾菇 就是赖尿虾 可是 它没有到手臂这么粗 但也没关系 跟我手指差不多粗 比我大脖子粗 爆炒鱼堵 然后这个是最有名的潮扇生烟 所以今天呢 我们花了335块人民币 来请后期字幕组 帮我猜一下 什么小美金跟多小台币 刚忘了说了 还有一盒 我妈妈 特地帮我准备的青菜 刚刚我打开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迷你 请各位不要对深圳的海鲜 有任何的误解 深圳的海鲜是 这十倍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给的都很迷你 可能是外卖比较现人吧 我之前吃过这个赖尿虾 有手臂这么粗的 真的 它真的迷你的扇贝 它的这个尺寸大小之后 有一点点失光了 我们从口味最清淡的豆腐鱼开始 这个很嫩很嫩很清淡 它是那种连刺都可以吃下去的 然后这个汤加一点点酸菜煮 有一点点酸酸的 有点像酸菜鱼的味道 但是比酸菜鱼要清淡 因为它可能加了酸菜的原因 所以它要整锅汤一点的无心 这个鱼肉 它比最嫩的嫩豆腐还要嫩 还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就已经消失了 我给你们看 咬一口肉 就用舌头就可以把它碾碎 它说给到位的扇贝 粉丝蒸扇贝 来 超迷你 新鲜 很小 但是 巨甜 天啊怎么会这么甜 超新鲜欸 嗯 粉丝也好吃 就是那种蒜蓉蒸粉丝 然后加了一点点微辣 它这个粉丝吸饱了扇贝的鲜味 粉丝也带一点点微甜 我确定它这个粉丝微甜 不是加了糖的微甜 而是那种清甜海鲜的鲜甜味 这个扇贝怎么那么甜 虽然很小 但是太出出力道了 好鲜哦 好 下一道 我想尝尝这个鱼肚 因为我超爱鱼 反正它就是鱼泡了 反正它就是用来 好像是帮助那个鱼臣服的东西 嗯 这我有点希望 因为我想像它的口感应该是脆脆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有点黏黏的 有点像大肠的感觉 但是味道是非常好的 就是它不够脆 然后它味道是有点微辣 然后它放了很多葱 所以它那个葱的香气非常 就是香 但是我觉得有点油了 戴上手套 我们开始吃虾 它这个虾外表是椒盐口味的 嗯 哇好香哦 所以还没有吃到它的虾肉 就已经觉得它外壳非常的香 所以这个东西在你们那里叫什么 反正我们这边还有潮汕地区是叫 赖尿虾或者是虾菇 它这个虾壳超级小 要不然这个虾壳太硬 我就想把虾壳吃下去了 虽然小但是它味道真的很不错 来艾伦哥哥给你吃 啊啊啊啊 后背上我吃了个鸡 看那个多小 这个baby 我觉得吧 它给我这么小的 已经让我有了一种吃小龙虾的感觉 为什么美国的海鲜就是不甜咧 之前我也有跟我美国朋友去那种海上锤钓过 它那种先钓上的鱼或者是海鲜 好像也没有就是亚洲的甜度那么高 可能真的是每个地方的水质和矿物质不一样 我最期待的生烟 你最期待的烙塞 听说招牌是生烟蟹 是凉的 是冰的 它蟹膏 潮汕生烟简单来说就是用刚打捞上来的海鲜 放上酱油等酱料 相当于生吃 据说什么海鲜都能生烟 如果你不是本地潮汕人 我听说人家都配高度白酒一起喝 如果你对你的肠胃很有自信的话 你也可以配一个生烟桃花套餐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一般来说看海鲜体型大小 决定腌制的时间 我跟你讲 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我肚子都在隐隐作动 这是潮汕的特色 我们来吃一下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腌制 它就完全化在你的嘴 但是很新鲜 主要是鲜甜味 潮汕的生烟果然没用到失望 但是深圳呢 已经是一个潮汕人比较多的地方 我真的我在深圳最爱吃的就是潮汕人吃 但是呢这个就是有点咸 唯一的确认就有点咸 因为汁太多了 鲜没关系 我们配个青菜 盛宴雪哈 在你们那里叫雪哈吗 还是雪恰 不知道读什么 就是它打开以后 它会像雪一样流出来 红红的液体从它身上流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吃生的比较好吃 但它这个神是太小了 没关系 我在家里叫外卖只能叫到这样 你看看这个 像雪一样 它虽然没有那种各种贝类刺身 那么的弹牙 那么的爽脆 但是呢 它是加了一份香醇的味道 就是那个卤汁这个生烟的味道 生烟的味道 是有点好像加了大蒜 然后有点香菜的那个香味 还有小米辣椒 一点点散发的微微的辣味 这副鱼 吃多了 好像还是有点咸 这扇贝子真的好吃 到我的嘴滑坡了 吸一个雪哈 哎 我想说这个鱼汤真的很好喝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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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掉到我妈活三十桌上 完了 最后一块鱼 嗯 好吃 我总感觉这个生烟 我再吃一口 又要去洗剩了 但是我还是不停的想要去吃它 好啦 这个扇贝盒粉丝 我要等下给我妈妈留着 因为她要吃点蜜 所以她想要吃这个 这个太麻烦了 所以我等一下慢慢自己喝 这个下锅 生烟我实在是吃不动的 因为我马上去洗剩 太甜了 你要去洗剥 那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今天的餐点还OK咯 起码它味道是非常正的 做出了潮汕人的那个味道的领导 浪赛豪华套餐 可是呢它的海鲜 真的都非常的迷你 就这一点有点失望了 这大概是我十几天来吃第一次外卖 我真的觉得我吃得很无聊 但是我以为你就这么不想看了 没有你们艾伦哥哥 我一个人在这吃 吃了个寂寞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 如果你还想要看我直播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没有留言 那我就不直播了 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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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